中文 童话 伟大的小女王 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名叫卡斯皮亚的强大王国 但随着国王和王后相继去世 黑暗降临到王室 他们十岁的女儿索菲亚 是唯一的王位继承人 未知的阴霾笼罩着卡斯皮亚 而邪恶的首相霍发 却暗中谋划着一切 我们要给这个小女孩加冕 当时国民就会看到她的容若不堪 我就能说服他们 为了卡斯皮亚的利益让我掌权 就这样 在一个月圆之夜 索菲亚被加冕为卡斯皮亚女王 号角吹响 故身震天 小女王坐在宝座上 她又害怕又焦虑 内心还有她父母的死 给她带来的伤痛 霍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 满意地笑了 我的女王 我向你鞠躬 誓死效忠你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 我现在能回我的房间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 陛下 士女 请带女王去她的房间 确保照顾好她需要的一切 过分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还是个小孩子的索菲亚 远离了王国的事物 她大部分时间都和那位侍女待在一起 因为侍女的陪伴 令她感到舒服 谁收增加三倍 告诉他们这是女王的命令 谁如果不服从命令 就会被处以急刑 她的阴谋得逞了 邪恶的迷雾 笼罩着卡斯皮亚 人们会因为一点小小的罪行 就受到折磨和惩罚 言论自由已经成为过去 而这一切 都是以女王的名义进行的 但女王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宫墙外她的人民宝树苦呢 她却在宫殿里过着被人遗忘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一切悄然而至 她在追赶小猫时 来到了朝廷 看到一个带着铁链的男人 跪在货法面前 哦 这是怎么回事 啊 陛下 不必紧张 这人亵渎了神 说了您的坏话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好好照顾她 是的 我的女王 她将被绞死 我 知道了 先生 您叫什么名字 菲利普 菲利普 我做了什么让你说我的坏话 你没有看见吗 我们在你的统治下并不快乐 我的妻子和女儿正在挨饿 因为我不能把食物端上餐桌 我们怎么生活 不管我们赚多少都要作为水收上交 够了 我要把你 获法 你可以走了 菲利普 获法 请确保她的家人能够拥有足够的食物 但是 就这么定了 好吧 好吧 我的女王 惊魂未定的菲利普被释放了 获法看着她走出王庭 邀请了牙关 她说的是什么事 哦 没什么陛下 每个公民都要照例交税 索菲尔点点头 正起来 离开了王庭 差点就坏事了 我需要采取些措施 那天晚上 她起码离开了王国 没有通知任何人 与此同时 索菲亚满脑子想的都是 菲利普愁眉苦脸的样子 和她身上的锁链 她感到心烦意乱 怎么了 我的女王 你看起来很焦虑 索菲亚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是你低下了头 你觉得作为女王 我不应该太情绪化 对吗 作为女王 你首要的职责 就是让你的臣民开心 我认为你今天做得很好 但这只是冰身一角 什么意思 啊 于是 侍女告诉了索菲亚 在她父母死后王国里 发生的一切 小女王惊呆了 泪水从她的眼眶里 滚落下来 我知道你小小年纪 要承担这么多责任很难 但现在只有你能拯救王国了 第二天早上 索菲亚和她的侍女 伪装成普通人 走出王宫 来到了市场上 如果你不满上交税 就打五十遍 但是 我没有钱 我的庄稼被毁了 少废话 等等 你不能随意惩罚她 你得带她去见女王 走开 小姑娘 否则我直接动手了 直接动手 你 你 女王 你们不但以我的名义收税 而且还惩罚我的人民 士兵 他说他要对你做什么 你就怎么惩罚他 但是 执行 不 我们不像这些人一般无情 我们只是普通人 只想过简单快乐的生活 我们不喜欢暴力 你看到区别了吗 你现在感到羞愧吗 被你折磨的人 仍然对你抱有善意 对 对不起 陛下 我宣布 所有新的税收改革 无效 从今天起 致向那些 有能力交税的人征税 免除那些 跌收入人群的 全部税收 那我们这些 负了三百税的人呢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整个朝廷太腐败了 但正义终将得到伸张 菲利普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被认命为 我的顾问和财政大臣 我 我很荣幸女王 索菲亚和菲利普 回到王宫 他在那里 把国库主管请来 同他详细地 讨论了税收问题 他发现 大部分税收 并没有进入国库 而是由大臣们 私人保管着 菲利普 查出这些大臣是谁 带他们来见我 没过多久 菲利普的士兵朋友们 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所有腐败的大臣 都被召集到城市广场 他们颜面尽失 被驱逐出王国 接着 索菲亚传唤货法 但货法却不见了 小女王没有等他 便下令释放 所有被冤枉 关押的囚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索菲亚推行了 多项改革 被誉为 伟大的小女王 可是 正当卡斯皮亚的局势 稍有好转时 他们的邻国 面积是卡斯皮亚 两倍的王国 向他发动了进攻 视作俑者 正式获发 他前往那里 就是为了 亲见国王 让国王相信 女王幼小缺乏经验 此时正式攻打 卡斯皮亚的良机 女王陛下 斯托皮亚袭击了我们 是货法在协助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 他这些天不见人眼 是啊 和他在一起的 还有那些 被你放逐的腐败大臣 啊 我们该怎么办 菲利普 交给我吧 菲利普把王国的人民 都聚集在城市广场上 我们的王国面临威胁 我们的女王面临威胁 他们的军队 是我们的两倍 但我们依然能够战胜他们 怎么做 需要我们大家 共同奋战 你们愿意为女王 奔赴战场吗 愿意 你们愿意为她的王权 而战吗 她为我们的生气而奋斗 我们要为她战斗的最后一刻 我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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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万岁 女王万岁 当斯托皮亚的军队 逼近卡斯皮亚时 突然 有男的女女从树后冲出来 拿着长矛和剑 从两边向他们冲来 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喊着 谢谢你霍法 帮我们困住了斯托皮亚国王 谢谢你霍法 帮我们困住了他 嗯 什么 就在这时 卡斯皮亚的军队在前方出现 士兵们骑着大象和马 向前行进 货法 你欺骗了我们 不 不 陛下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货法 全体士兵 撤退 撤退 斯托皮亚的军队落荒而逃 留下既不属于卡斯皮亚 也不属于斯托皮亚的货法 他也准备逃命 但他没跑一步 就看到索菲亚骑着马在等他 只能跑这么远了 我 我很抱歉 陛下 请原谅我 自从他父母去世后 索菲亚第一次像个权威的女王一样说话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原谅 货法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卫兵 把他 关紧地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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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以后 索菲亚被人们称为 伟大的小女王 她的王国 比以前更加繁荣 故事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因为一个人年龄小 或者缺乏经验 就低估他